王林在第一局21比11取胜 亚斯普森还是放网失误 这个时候拉斯姆森还是比较成功的把王林拉开 寻找到了突击的机会 那王林在第一局呢 他由于进入状态比较快 所以一开始就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 而且他在第一局比赛对自己的头顶区保护的非常成功 因为拉斯姆森除了控网抢攻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的得分的手段呢 就是靠压对方的头顶来寻找进攻的机会 但是王林在比赛当中对自己的头顶区保护的非常好 不仅能够顶住对方的平高球压过来的这种攻势 而且还能找机会去下压进攻对手 所以在整个球路上拉斯姆森除了有几分球通过控网之后 有进攻的机会通过强攻得分 其他的球路上他能够得分的办法不多 这球拉斯姆森是白手往前勾对脚 质量比较高 而且出手之前 出手很快 之前你看不到他有勾对脚的意图 最后出手这一下非常快 使对手没有太多的判断的时间 大斯姆森失误 在运动场上呢 很显然有些选手呢 他的条件很突出 得分手段很多 得分能力强 但是这样呢 他的有的时候 他们的失误也会多一些 而那些得分能力不强的选手呢 往往他们的失误就特别少 这球汪林又是在自己的头顶区 滑板劈掉对脚 拉斯姆森很多的球 是压到对方的头顶 但是汪林由于有准备的情况下 反而在自己的头顶 成了一个准备好的 一个可以进攻的位置 拉斯姆森突然发平高球 但这球直接飞出了底线 是压到的 双方第二局开始了真正的较量 对王林也是真的考验 在这一局才开始 王林虽然攻击力不如拉斯姆森那么突出 但是他也有比较好的进攻的实力 虽然从进攻这一项上来说 单比拉斯姆森比不了 但是也并不是说他一点进攻的威胁都没有 刚才这是半场球的机会 但是王林有点着急 点杀下网 滚网 接发球接得很好 接受zza 接受 拉斯姆森的一个失误 是王林 现在8比5领先 拉斯姆森在第二局 双方真正能形成对抗的情况下 还是失误要太多了一点 有一个发球失误 另外在来回回合当中 也有另外还有三个回球失误 失误送了对手至少是4分 对球又是正手回放往前 出了边线 出了边线 应该是他的至少第五个失误了 王林的失误呢 应该只有刚才在头顶有一个点杀下网 谢谢大家 这个球拉斯姆森判断出现严重的问题 可能也是有一些风向的影响 他看对方这个回球非常平 球速也不慢 以为会出底线 其实这个球拉斯姆森处理的不太明智 即便这个球要出界 这个球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扣球得分的话 不仅是得这一分 而且在气势上也有帮助 接下来又是一个反手往前放往失误 拉斯姆森在第二局上来之后 自身的失误送给对手是6分 自己得了6分 但是他失误就给对手6分 至少6分 王林在有一些自己的主动得分 差距就出来了 也不较是独立 挺好的 那个游戏卫星 他觉得总结被打凑了 你怎么能够痒 你怎么吃 自己还叫自己 来自分一分来 啊 这 所以 生意 来 噢 你 谢谢大家